擺在豆腐上的餅 胖 甚至是雞能固定 這麼做的東西 都是用黃金米的製作 為了要提供黃金米 才會在上廊會這次開發了各種產品 結合清楚 男的女生用化妝品裡面很多維他命E的成分 那就是來保持細胞的青春活化 過去大家都認為吃飯的胖 不過三個頂會不會改變這種循環 因為黃金米的隔壇 儘管加雄醫師認為 只要吃飯的方式的健康就不會胖 這是醫學維新報告 不是我今天在這裡講的 再來跟大家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說他既然是抗菁電粉 他不會說一下子可以分解掉 所以也保持來增加 一般都會有肥腰 肥腰的人都是肥腰肚腰 他保持來降低 為了要讓大家瞭解黃金米的好處 而且吃了不會大塊 還可以當勇生 三個頂會特別跟農民 醫師一起合作來合作 要推出黃金米做的財產 就是由我們的紅米食業 跟農民簽約 我們來跟農民簽約 他們紅米食業最主要就是要 要將我們這些黃金米拿回去 做為他們代餐的主要原料 因為他們有委託劉伯恩 劉醫師去做過實驗 由我們黃金米來做成他們代餐的原料 對於休息的效果 是所有的民老者最好的 針對要縮身 要減重的德塵 不管是男生 女生 老的小的 因為這是天然食品 我們主要 這是我們的對象 過去米都是一包一包買 三個頂會現在要拿生米的貨蛋 将他们金米的好处提供出去 未来可以提升的鸡蛋 替农民創作利益 记者 大家看 彩虹报道